我马上可以说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Dream Car 四五十万的价格也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对于很多有钱的玩家来说 喜欢炫酷的外形 外加它强悍的越野能力 可能直接就下单了 但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特殊的版本 插电混合动力版本的木马仁 如果你喜欢它 不妨考虑一下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的车型 相比于普通燃油版的车贵了八万块 看评论很多人都说 这八万块钱有些不值 那么它到底值不值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厂家对于木马仁的外观 可谓是相当的自信了 所以整个车相比于普通燃油版的车 几乎没有区别 那么插混版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就是在这多了一个充电口 另外在车尾多了一个四成一的标志 仅此而已 整个内饰也是没有什么变化 非常的硬核 包括这是一款最入门级的 撒哈拉的版本 但是它依然拥有方盘加热 还有座椅加热 因为这是一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所以在仪表还有中控屏上都会有这个混动特有的能量输出的界面 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这台车的驾驶和动力部分 那么开着木马仁什么感觉呢 首先在公路上行驶 你千万不要对这台车抱有任何的期待 因为毕竟是非承载式车身的纯硬派越野车 行走在公路上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操控可言 那么今天北京城的风又非常的大 开着这台车 可以说你可以肆无忌惮的去享受来自于大自然的风声 以至于今天行驶在高速上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和副驾驶乘客之间的交流 风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那么说到插魂版的木马仁 它相比于普通版的车型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首先就是在动力上 因为这台车在原有的2.0T的发动机的基础之上 又增加了两台电机 而且这个2.0T的参数和燃油版的车型一模一样 那么在电机的加持之下 这台车它的最大功率可以做到276千瓦 风支扭矩已经来到了637Nm 这个相比于燃油版来说 可以说是提升了很多 那么这台车它一共拥有两台电机 第一台电机它是33千瓦的一个输出功率 那么这台电机它是不用于驱动的 那么主电机它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00千瓦 风支扭矩是250Nm 这个电机它是主要用于驱动车轮的 而且它是在分动箱之前 也就是说它是驱动四个车轮的 那昨天我已经对这台车进行了0.100的加速测试 5.58秒的成绩 相比于燃油版沙拉来说 已经提升了1.4秒 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而且即使在操控如此不堪的情况下 它在凯泽赛道依然跑出了1分04秒65的成绩 可以说直线加速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悍 2000转弹射起步 你可以感受到电机带来的那种夸张的扭矩 巨推背感特别的震撼 而且悬架因为非常的软 所以在起步的时候 车有一种猛烈的抬头 可以说人基本上是仰望看天了 那么这种强悍的动力 不仅带来的是直线加速很快 而且在越野攀爬的时候 也提升了很多 因为相比于普通燃油版的沙拉拉来说 它在攀爬这种斗坡 还有这种交叉轴炮弹灯的时候 变得更加的轻松了 但是有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这台车因为有了电机还有电池 它的重量比燃油版的沙拉拉重了320公斤 导致它的离地间隙可能要稍稍低了一点点 但是正是因为低了这一点点 所以在过那种特别深的泡软灯灯的时候 底盘可能会有一些脱底的现象 但是也是只是轻微的擦碰 并不会影响它的通过性 另外说到刹车部分 这台车确实表现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42.94米的平均刹车成绩 只能说是普普通通比正常的家用车要差一些 迷路的成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确实我们不能对它的操控性抱有任何的期待 那么说到这个轮胎 其实它比普通燃油版的沙拉拉还是要宽一点点的 而且它采用了18英寸的轮圈 它不是春天动的 这是一台拆电火拨动力版本 而且行驶在马路上看到绿牌的木马人 这车回头率真的挺高的 甚至已经不亚于一些跑车了 那么需要有一个注意的地方 就是这台车它的整个视线并不是特别的好 比如你在过一些糊涂的时候 你的整个视线其实能看到的部分并不是车的两侧 在于车头的外面还有一个很宽很宽的轮拱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 在限宽的地方千万要小心 另外这台车它一共有三种驾驶模式 在你电火启动之后 它会默认选择Hybrid混动模式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电池有电的情况下 它就会中和路况来进行油电的一个混合行驶 那么如果说你电池没电了 因为这台车电池只有17千瓦时 充满了官方公布的数据 可以行驶55公里的纯电续航 但是经过我实际测试之后 在开启动能回收的时候 它竟然可以跑58公里 所以官方公布这个数有一些保守了 那么如果电池没电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E-Safe 比如在高速巡航的时候 那么发动机就会优先启动 而且为你的电池进行充电 包括你在收油的时候 刹车动能回收也会为电池进行充电 那如果你跑100公里高速巡航的情况下 大概能充10公里的纯电续航 那么如果这个电池你选择充电桩 采用慢冲的情况下呢 两个多小时也可以充满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有装的情况下 上下班代步55公里的纯电续航 已经完全足够了 那么不需要烧油 日常上下班代步开着一台插电混合动力版的 不满人我觉得还是挺香的 那么最后我来分一下这个价格 这台车相比于普通燃油版的萨哈拉 贵了确切的说是7.5万 那么这7.5万到底值不值 考虑到它加速变得更快了 而且还快了不少 而且越野爬坡的时候变得更加的轻松了 不过有一个小瑕疵 就是在过华伦鲁测试的时候 因为电机的扭矩实在是太强了 导致它左右轮胎的线滑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一点可能比燃油版的要差一点点 即使在溃电的情况下 它的油耗也可以做到9.2升每百公里 这个也是比燃油版要更低的 所以即使它的车变得更重了 但是它确实变得更加的省钱 那么在国内的政策 目前来看在很多的城市 它还是属于新能源的一个行列 所以你买车就可以上牌 另外就是免购值税 起码到2022年底也都是这样的 免购值税 这样就可以省去大概4万元左右的一个费用 那么这样看来 它其实没比燃油版的撒哈拉贵多少 综合它的各种性能也更加的强了 我认为这个钱花的还是非常值的 如果我去选择木马仁的话 我真的会特别特别的考虑 差点混合动力的版本 好了那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